好,那咱们看一下 那我们刚才在上节课呢 已经把关于这个获取这个房屋列表信息的前面的参数说完了 说完之后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开始得去进行数据库的查询了吧 上面的参数已经有了 接下来就要去查询数据库了 查询数据库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查询数据库当中咱们应该怎么去查询呢 首先来说 根据的是最终查询的是哪个东西呢 是不是得根据这个最终的结果应该是猫洞当中 查出来的应该是耗子的这张表吧 这张表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最终在进行查询的时候呢 得根据谁呢 得根据这个耗子 它然后呢进行query query进行查询的时候 那你说了 是不是得跟上上面的这样的过滤条件呀 对吧 得过滤条件 但是如果我直接在这里去写这个fielder的时候 那你说这过滤条件当中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呢 如果期时间跟结束时间传了 那这里面应该放到这儿 那如果区域信息传了 也得放到这儿 但是有些地方 这里面参数时不一定都传了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你放到fielder里面的那个字段的数据 过滤条件一定都有吗 不一定吧 个数是不是还不一定的 所以说那你先来想一下 既然在这里面条件的个数都不一定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 一种方式的话 咱们就相当于得去写吧 就像刚才所说的 如果说好了 期时间跟期时间 如果说期时间传了 那其他条件没传 我得有一个过滤条件的语句 Fielder应该怎么去写 如果传了结束时间 其他条件也没传 我语句再怎么写 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传的话 我过滤条件再怎么写 然后再什么条件再怎么写 就得各种if-else if-else判断呀 对吧 那能不能去简写一下 能不能去简写一下 怎么去简写呢 我们说过了 刚才你无论if-else 最终结果是什么东西 最终的结果就是 Fielder当中的 这个参数的个数 是不是不确定啊 既然参数的个数不确定 你应该直观的 就得摆回来有一个地方吧 能够用哪个语法啊 能够用那个打包跟解包吧 函数定义的时候 你在这里面参数不过数 不确定你要进行打包 在这里面参数不过定的话 我能不能解包啊 能不能解包啊 可以吧 那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我在最外层 我在最外层的方式 直接给你去放这样的条件 就相当于我在最外层的这样方式呢 给你直接放上这么一个 类似的这样的条件 放到这样的地方 然后呢 最终你这里面传了哪些参数 我在上面是不是有进行过教验啊 对吧 有进行过教验 所以那我在记者里面进行教验的同时 如果有数据 好了 那我就直接给你塞到这样的一个列表里面来 然后呢 那我最终在这里面直接进行 例子前面扎个星 一解 就解开了呀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要涉及到参数这样的时候 个数也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采用的方式就是 直接先把那些条件 先给它塞到一个列表当中 我最终在调用的时候呢 直接一解开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就采用这样的方式 好了 采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咱们就往上面去走 我上面去过去参数 过去完参数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 我就直接先去构建一个容器 专门用来去采放条件的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filter 这是待会儿放到这里面的 它的参数问题了 那把它叫做params filter的参数 我给它放成这样的列表 这是过滤条件的参数容器 过滤条件的参数容器 这个容器这个概念 大家有接触过吗 我们一般就是说 把你能够去存放 多个数据值的 像列表啊字典啊原子 一般来说都把它叫做容器 它是存放多个值的 好这是关键点 那简单来看一下 我已经把它放到这了 把它放到这的时候呢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去省事了 你比如说 我在这里就是要去处理时间呀 在这里面去处理时间 在这里面去处理时间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去写了 在这里面去写的话 那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就相当于是说 如果说你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先下来去写 放到这 放到这的话 就相当于这里面去有时间 这里面有时间的时候呢 这个start的data 跟这个end的data 我们通通的都要进行判断 都要进行判断的话 我们去想 如果你单独的去传了 但这个期时间跟结束时间 这两个条件 如果都传的情况下 先讲这两个条件 如果这个期时间跟结束时间 都去传递的情况下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进行过滤对比吧 对吧 要进行过滤对比了 那咱们放到上面的话 咱们有点太往上了 咱们放到下面 还是上面进过滤参数 然后在这里呢 我再去做 这是过滤条件的参数容器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 去进行一下 形成参数 填充参数 填充过滤参数 填充这个过滤参数 填充这个过滤参数的话 也相当于补 咱们先来判断一下 如果说这个start的data 跟这个underdate都传的情况下 那你说我应该往这个参数容器里面 应该放到什么参数 应该怎么去做 咱们先来去解决这个最 最复杂的这个参数问题了 咱们对应的应该是house这个文件 然后呢 刚才还有一个models models 对 这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如果说这里面的 期时间跟结束时间都传的情况下 我这个时间的话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应该保证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不应该出现订单吧 如果出现订单的话 那所对应的那些 有了订单的那些房子 是不是都不应该作为 返回值给的返回具啊 你说最终返回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 没有出现订单的那些房子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 这两个时间值 应该跟订单里面的 这个期时间跟结束时间 是不进行比较啊 对吧 要进行这样的方式 这两个时间值呢 是用户预定的 而右边订单的话 是订单的数据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进行 这样的过滤操作啊 怎么进行过滤啊 咱们可以进行比较了 过滤的话 咱们可以去画一个 对应的一个图 这相当于就是 时间轴的判断 比如说 这是一个时间轴 然后呢 那紧接下来 我们去想一下 咱们去想一下什么东西呢 也就是说 这两个值 最终还得是根据一个订单的时间 期时间跟结束时间 来判断 那好了 我在这里面就在这个轴上面来去挂时间 比如说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点 这个点对应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订单 也就是说 订单的时间 订单的起始时间 这个订单的话指的是存在的订单 已有订单 已有订单的起始时间 然后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已有订单的一个结束时间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期时间呢 比如说就叫做什么东西呢 咱们就叫做order的吧 order里面的这个begin data 然后呢 这是订单的 已有订单的一个结束时间 那就应该就把它叫做order里面的这个end data 这是关于这个时间 然后呢 我们就说了 那用户在进行预定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时间的范围 它有一个时间的范围 那那个时间的范围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就是相当于说 它有一个起始时间跟节日时间 咱们也给它画一下 比如说 这是用户 用户需求的起始时间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start data 然后呢 还有一个用户需求的结束时间 这是我们所说的非常的end data 也就意味着说 现在是不是要把这四个字进行比较 要比较的意思就相当于 用户所预定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你说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不应该出现订单吧 所以如果用户的期时间跟结束时间 是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好了 这一笔订单当中所反映出来的那个房子 是不是就没事了 就相当于 凡是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的房子 都可以允许被我进行预定吧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时间有交叉 如果时间有交叉的话 那这一笔订单的东西 就跟用户有充分了 所以就相当于 这个订单反映出来的 那个被定预定的房子 是不是不应该作为 反映值反映给用户啊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相当于是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进查询呢 查询的意思无非就是说 我在这个订单当中去进行过滤 过滤的时候呢 我就要去过滤出来 究竟有哪些房子能够被预定 哪些房子不能被预定吧 那就相当于我进行过滤了 进行判断 那怎么进行判断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那你说 我这时候在订单查询的时候呢 我到底要去查询的是 能够被预定的房子呢 还是说去查询一下 已经冲突的房子呢 你查询哪个东西 我们去想 如果你查询的是能够被预定的 就相当于说 订单当中所去存放的 那个时间 跟用户所预定的 这个时间 不冲突的那些房子 这是可以看出来的吧 那查询出来的话 那你说 这样方式反映的完全吗 不完全吧 有没有可能一些房子 从来没有下过订单呀 有可能的吧 也就是说 订单这里面的数据 反映出来的一些房子 是所有的房子吗 不一定吧 你订单当中的房子 只是说下过订单的 然后呢 你直接通过订单 进行查询的时候 如果进行的是 不冲突的话 那也只能是缓出来 是已经下过订单 但是这个订单呢 不冲突 你就把这些房子开来了 但是如果还有一些房子 从来没有被下过订单呢 那那些房子 是不是就被你忽略掉了呀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相当于 真正所有的房子 都是在房子当中的 所以你如果直接 以它 以order当中去查询 不冲突的话 还缺少一些参数 还有一些房子你查不出来 所以呢怎么办呢 咱是不是可以进行反向查询呀 也就是说 我干脆就在order当中 查询出来所有冲突的 然后呢 我回过出来 在这个房子的列表里面 把那些冲突的给你过滤掉 剩下的 不管你预备有没有一定 反正不冲突 是不是都可以返回呀 是这样的方式吧 所以咱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操作 也就意味着说 我接下来回到订单当中的时候呢 我去查询 冲突的那些 都有哪些 那既然是冲突的话 那这个条件 我们应该怎么去写呀 也就意味着说 咱们来看一下 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我得去查询订单了吧 相当于我得select 相当于是order那张表 然后呢 where select 就说就select的星吧 select星 然后我们order那张表 然后呢 where条件 是不是进行查询呀 看一下冲突的 我用哪些 我把这些 讲一下这个东西 我把这个条件写一下 这是查询冲突的 查询冲突的 房子 看一下 我们去写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 我们去想 既然是冲突的情况下 你说这个条件 咱们应该怎么去做 只要是说 这个当中有交叉 就可以了 那怎么反应是有交叉呀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先拿 是不是最终拿这个订单的 请来过滤呀 也就是说 是order里面的 这个began date 已经比较吧 我得以它作为比较条件 那它这个order 这个began date 如果有交叉的话 它应该跟谁比较呀 应该是相当于是说 它小于等于n的date 是不是代表有交叉呀 代表这个 这个订单的期时时间 小于了用户的结束时间吧 这是有可能的吧 那还有什么样条件呢 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order里面的 我再看一下order的结束时间 是不是也要有个条件呀 order里面的n的date 是不是可以跟谁呀 看一下 跟这个 是不是要 它如果有交叉的话 什么交叉呀 小于大于吧 应该是大于等于start date呀 设想方式吧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相当于是说 咱们先来去看一下 那我把这个条件给你写完整 怎么去写完整呢 应该就是all的关系 咱们来看一下 通过这样一个语句呢 就能够完成出来 首先先来说 条件无非就分为这种情况吧 在左边有交叉 再交叉 在右边吧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是会代表是不充足的呀 不充足的时候呢 咱们来具体比较 那当前这个条件 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去做出来了 相当于是 order的begin date 将这个是订单的一个期时间 它要求必须是要 小于等于这样的end 是不是代表出处啊 所以你看一下 order的begin date 是不是已经代表它了 条件不满足吧 这部分相当于条件不满足 这个条件不满足的话 那wire条件都是以货连接 所以要去看一下 后面的部分 看一下这个条件的时候 再看一下 order里面的end date 实际上是比较大于等于start date呀 大于这个期时间吧 你看到大于吗 不大于吧 所以相当于 相当于本来就不冲突 那这个条件呢 确实也是不冲突的 也是false 相当于通过这样的方式 背景的条件 应该是暗的吧 应该暗的就是 我看一下order的end date 应该是暗的 应该是 这样暗的 做做 我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这样的结果 就相当于 一开始说 在进行有冲突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现在是没有冲突 既然是没有冲突的话 这个wire条件 是不是应该 变为暴彩型啊 整体条件 应该是暴彩过来 不出来的吧 现在是不是已经 你用不在 有点晕了是吗 那我们现在 先来看一下 我们要在这个订单当中 查询的是 冲突的房子吧 这个目标 现在能明确吧 既然是冲突的话 那select 新formity wire formity表 然后那wire条件 它证明一下 它是怎么进行比较的 在进行数据库查询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说 最终在数据库当中 是根据数据库的 里面的表 就相当于是 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 相当于根据数据库里面的 这个表 rih 我耗子里面有 我耗子里面 还没有数据呢 你看一下 这相当于 我给大家列起来 也就是说 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你在这里面 有个wire条件的时候呢 它最终查询的时候 是在数据库当中 一条一条一条的 进行对比 然后呢 如果说在 第一条数据的时候呢 发现你的wire条件 为真 也就是说 最终计算出来的结果 为真的话 那就好了 就代表 这条记录 是你要的条记录 然后呢 就给你返回 接下来 再去看第二条 第二条的时候呢 仍然拿着你的wire条件 进行对比 如果wire的条件 整个最终结果是为真 也就是说 是满足情况下 再把结果返回 如果条件 结果对wire条件 进行对比的时候呢 是boss 是假的 就代表这条记录不满足 就不给你返回结果 这个意思大家明白吗 首先得明白 这个circle语记的 查询的时候 它是查询的 你要明白 这个wire条件 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相当于 是它拿着 这wire条件 输入数据库当中 一条一条件的对比 如果wire条件 返回真 那就是返回记录 如果wire条件 返回的是boss 那就不返回记录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白这个意思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要查询的是 冲突的房子 既然是冲突的房子的话 那如果说当前 我反映出来的一个 过滞到的一个结果 是这样的结果 也就是意味着说 用户想要操作的是这个时间 然后呢 有一笔订单数据 这笔订单数据里面 有一个房子信息 那这个订单数据的时间 是这样的时间 然后我就要看断了 这是本来不充足的 本来不充足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我通过这个circle语 去查询的时候呢 这条记录不应该被返回 不应该被返回 也就是wire条件 应该是false吧 整体应该出现 false才不会返回呢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wire条件是不是false的情况下 不再返回 能不能够这个意思吧 我这么去说 能够绕过来吗 那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相对应的 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的order的 begin的这个条件 要去小于 underdate 发现 是不是它已经是 大一个认识了 这里面这句话 这一部分 是不是就已经是false了 按的条件连接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条件为false 整体都是false呀 所以条件不满足 相当于这条记录 是不是就跳过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它确实 不是不冲突的 不被返回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 这里面有冲突了 有冲突之后 再来看一下 order的begin data 要小于underdate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 满足这个条件了 所以这部分是为真的 再往下去走一下 看一下 order的underdate order的underdate 要大于的 要大于的 看一下是不是也大于 所以这时候呢 条件整体为真 也就是说 这里面确实是 这一条冲突的 所以这条记录被返回 再往下去走的话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始终是不是都这样的 已经是underdate 这个begin data 都已经小于它了 所以始终都是这样的情况 都是满足的 一直到哪儿 一直到这个地方 在出现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 order的begin data 就是说已有订单的70时间 它还是小于用户的需求时间 这里面是满足的 再来看一下 order的underdate呢 它也是大于用户的70时间 也是满足的吧 所以还是通的 一直到哪儿呢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这里面出出来的时候 出出来的时候 再来看一下 这时候条件 是不是用不满足了 原因在于 这个order的begin data 还是小于它 但是这个订单的 这个集数时间 已经去小于了 优惑的需求时间了 所以这时候呢 又不满足 所以这时候呢 确实是不充足的 也就是说 我要想去判断 查询出的方子 只要去写这句话 就查询的都是充足的 所以咱们就在这一句话 终于绕完了 好 咱们接下来 我们去选一下 就相当于 我们把这句话 最终回过来 进行一下实现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相对应的 这个start data跟adda 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用户的时间 而订单的时间的话 那是对应的订单里面的 begin data跟adda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应该最终往这个条件里面 进行 先查 进行查询的话 应该先把这个冲突的 房子的信息查过来 查过来之后 我最终再到房子里面 进行过滤的时候 那你说这个条件 应该怎么过滤 是不是它闹得硬呀 就相当于 上面我先通过这样方式 进行order的查询 order这张查询 query 查询出来之后的话 我查询出来的 应该是那些冲突的订单数据吧 比如说把它叫做conflict conflict 这是冲突的意思 冲突的订单数据 我先给你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订单冲突的数据 已经有了 有了之后的话 我应该再来做的事 是把这些订单的 冲突的里面的 那个房子ID 数据来呀 所以这一步是 这是 查询冲突的 订单 然后呢 这里面再来是 然后呢 提出 从订单 中 获取冲突的 然后呢 房屋ID 这是关键点吧 比如说把它冲出来的东西 就是conflict flict 然后呢 house的ID s 可能会有一堆的这样东西 我把它也写成之后 那再来往下做的工作 是不是就可以去 然后呢 凭借这个ID 我去用数据库查询 是不是可以了 那在数据库这个地方 通过house 没查询的时候 应该怎么操作呀 应该是说 拼借那个条件 应该是 house里面的 有一个字段吧 应该是house的那个ID 只要不在 充足这个列表 上面之内 是不是可以呀 应该是 house的那个ID 应该是 它有个叫做 not in的这个东西 加上下方线 只要不在谁呢 不在 我刚才所写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就可以了 所以就相当于 这个条件是 最终我会作为 在filter当中的一个 过滤条件而存在吧 能明白这个是吧 所以就相当于 那这个条件呢 最终是要放到这儿的 既然放到这儿的话 我不直接放到这儿 我放到哪儿呢 咱们是不是应该 放到这个列表当中来呀 其他的列表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再直接一下 新例子的时候 你说这个条件 似乎就被展开放到这儿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就相当于是这样的方式 那也就是说 那我接下来呢 就 继续预定的操作 我也不直接塞到这儿 而是说得是 立的这个 应该是这个param param 是它 那就相当于 这应该是这个地方 行param 因为我把这个表已经放到那儿了 所以就不是它了 所以呢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地方拿到这儿 拿到这儿的话 就应该是说 我只要直接把这个param 的列表里面和pnt操作一追加 是不是可以呀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像这个列表当中追加了这么一个条件 然后呢 这个列表就有一个条件了 有了这个条件之后的话 我在这里再一兴一解开 是不是就相当于有用了 是这个意思吧 好那咱们现在来把上面的这些条件给你补充完整 这是关于过去这样的过来参数 首先要去查询这样的订单数据呢 那查询这个订单数据呢 就得是通过corder里面的coring的方式 我再来进行fail的查询 是不是把刚才咱们写的似乎语区转换一下就可以呀 对吧 转换一下 转换一下的话 就按照我们所说 应该是order里面的这个begin 就是说订单里面的起始时间begin 这个order不还没进过来呀 咱们给它引入一下 order 引入的模型类 应该是order当中的这个begin的data 这个时间应该按照我们所说 应该是要小于等于n的data吧 要小于等于这个n的data 然后呢看一下 咱们使得是不是定写的意思啊 定写的话 我们不需要算算数 直接是逗号分割就可以呀 然后呢再应该是order里面的这个n的data 应该要大于等于谁呢 应该要大于等于这个起始时间吧 大的data 要大于它 那通过这样方式在进行过滤的时候呢 我取出来所有的吧 就是all啊 取出来所有的话 那查识出来的就是对于充足的那些个订单的数据的对象了 有的那些充足的订单数据的对象的话 把它关掉 有的订单数据的对象的话 那这时候我要去形成的就是把那个host id怎么拿开呀 那host id的话 咱们可以怎么查询啊 怎么进行查询啊 我是不可以通过便利这个订单对象的一个列表 然后呢一次已经形成了 对吧 那能不能有一种解写方式啊 列表推到试还有影响吗 列表推到试也没讲过吗 应该是方括号的方式吧 列表推到试 列表就是肯定是方括号的方式 然后呢 应该在这里面去选循环吧 就相当于我要便利的是谁呢 我要便利的是这个fall这个 这个conflict orders吧 我fall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但是说我要去从这里面往前去取吧 正常的fall循环 fall什么什么印它 然后能取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一个的订单数据吧 订单对象 然后呢 我最终要往这个列表里面贴出什么东西呢 要往这里面去贴出的是列表 就是这个 订单对象里面的house id吧 所以最终应该是order里面的house id 这样子是吧 你说通过这样方式 是不是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所有的列表数据了 这个列表推到试可不要忘啊 这是基本的语法 之前没有想过这个语法吗 只是从来没用过忘了是吗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往下 你先来看一下是不是形成了对应的id数据了 id数据有了之后 我就可以往里面推的吧 往这里面塞了 但是你说这里面形成的这样一个 防务id的列表 一定会有什么数据吗 一定会是 一定就是说不是空列表吗 有没有可能我查询了半天 发现没有任何一个订单是充足的 我不需要过滤任何东西 有可能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在往里面进行拼接条件的时候呢 不是非的都得把这个条件塞过来 而是说我得进行判断 只有说就相当于 只有conflict的这个house id 形成了充足的一个订单的id呢 不为空的情况下 我才往里面进行塞的 如果它是空的情况下 我根本都不用给你补充那个条件 吧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就像它是这样的方式 如果冲突的 然后呢 防护id不为空 然后呢 向查询中 向查询参数中添加条件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那我接下来咱们俩来看 我往这边添加这个条件 最终这个星大家 这个还有疑问吗 不看一下 我们现在先来说不看底下这句话 我就写上面这句话 这是我要去形成那个条件吧 这个条件 然后呢 我最终看一下是house.id.not in 是不是整个是一个表达式啊 我c到哪了呢 open的是不是c到这个列表里来了 也就意味着说 当我执行完这句话之后 然后呢 那这个filter 里面的这个param filter这个param 当中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了 是不是变为一个列表 然后出现了这么一个语句啊 能明白吧 是不是出现了这么一个语句啊 出现了这个语句之后 然后呢 那接下来看一下 我最终在这里面进行星解的时候呢 星解的话是相当于 要把列表里面的一个一个元素 都取回来 然后放到这儿啊 是不是就相当于 这句话就变为了 把这个条件直接给你解开 解开之后是不是就c到这儿了呀 所以跟我直接添加什么一样的效果啊 所以就像于这个地方 先明白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有同学还有疑问说 这个地方 你c进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 这个有疑问是挺正常的 待会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它塞到这儿 塞到这儿之后的话 两个都传的这个语句话 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两个都传解决了之后 那如果再来去说呢 IOS如果只传了一个东西呢 如果只传了这个stop data呢 那你说是不是还得去进行刚才那个过程啊 好了 那么把这段代码呢 给你相对应的还是拿过来 拿过来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只不过是哪点不一样啊 就是在去查询数据的时候 这个条件少一个吧 底下是不还一样的呀 所以呢 好了 我就直接把这两句话呢 给你放到外面来 放到这个外面来 然后呢 我就现在相对于 我先去查询一下 对应的 有可能会出现过滤的那个订单 都有哪些 然后呢 我最终再通过订单 形成这样的数据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只传了七十时间的话 那这个订单数据 是不是只是条件变下而已啊 怎么去变 是不是相当于 如果只出现start date 我只保留这个start date 有交叉数据了 前面就忽略掉了吧 对吧 前面就不需要做判断了 就相当于 如果用户只传了一个七十时间的话 那后面是没有的 后面是没有的话 也就意味着用户想要预定的是 从这开始一直到往后 都能够被预定的 所以就意味着说 我只要跟谁呢 拿它跟这个end date 不充复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在后面就可以了 所以充的条件 就只用个end date 跟start date 对比 end date 跟start date 对比就可以了 所以关键这一点 那再相对应的 是不是还要同样的道理啊 i leaf当中 如果只传了end date的话 那这个条件 是不是还是这样的条件呀 我只要保留 另外一个条件就可以了 只保留这样的end date 这个条件 删掉 好 这是关键点 那这点有了之后 那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一下 相对应的 上面东西都有了 下面的话 我就用来去形成这样条件 其实这条件的时候呢 那有可能 conflict 这outers 不存在呀 所以我为了保证 我执行完这三句话的时候 哪怕这三句话没执行 我底下这个conflict outers也能够有 所以呢 咱们在上面 先去创建一下 conflict outers 我一上来 先给你设置为 net 然后呢 像这个变量有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去 把这个变量呢 给你去设置下 接下来 我在这里面再去判断 如果说conflict 这个outers呢 它是不为空的情况下 然后呢 我能在这里 再进行处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相当于 我把这三句话 底下的代码不用了 好 这里面说完了之后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关于房屋的条件 咱们是不是说完了 这时候房屋的条件写完了 好 最普达条件写完之后 那后面条件都好说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 时间有了 时间之后 这是处理时间 时间条件 时间条件写完之后 那再对应的呢 就是应该是区域条件了吧 也就是说 对应的这个 Area 这个ID了 所以呢 AreaID的话 也就相当于 如果你传了 这个AreaID的话 那相对应的 我这里面 是不是已经去 有了一个Area对象了 所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有了区域ID的话 咱们应该怎么进行过率啊 host 当中 是不是就直接有这个区域ID啊 我只要让区域ID 等于他要做的ID 是不是可以啊 所以就在这里面 如果说 你传了这个区域ID的话 那我就直接进行操作 操作什么样的东西呢 也就是说 直接向这个 Filter Parameter 这个列表当中 再来去给你添加一条条件吧 添加什么条件 应该是 最终是不还是house 就像应该是在这里面去做这个条件吧 应该是house里面的那个AreaID 然后呢 让概念上 它是等于用户所输入的ID吧 不从这样的方式来查询呀 所以这个条件是我要推荐回来的 那好了 我才进行对应的order by吧 是不是得先过滤再排序啊 然后呢 后面的分页的话 是再往后排序之后 再进行分页吧 所以 关于feel的条件就已经形成了 feel的条件已经形成之后的话 那咱们呢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处理这样的东西了 就相当于这个查询数据库 先放在这 查询数据库 后面 我就应该去处理对应的order by的部分吧 order by的部分的话 那相对应的 还得是根据这样的 这个salt pay来先判断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去补充相对应的 相对应这样补充的 这是补充 排序条件 补充这个排序条件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 那就相当于是说 通过把上面的心放到这 然后呢 再order by order by的情况下 会有不同的条件 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如果说你前面传过这个salt key 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是这种new这种类型的话 这不代表新旧啊 如果这个新旧的情况下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要对它进行排序 怎么排序啊 进行往下正面写吧 order by当中应该是 跟谁呢 跟模型类当中的新旧的话 模型类当中 是不是给的 我们给的这个base model 里面有这个create time吧 应该是20时间呀 这能跟得上吗 我怕大家已经跟低运了 house当中的create 这个time进行排序 新旧的话还不要倒戏啊 还有印象吗 desc吧 我上这个条件 然后呢 在elef 如果说salt key当中 还有什么样的值呢 还有这个值的话 是在页面里面的 要有对应的这个入住最多了 也就是说对应的是booking 你要给我传送过来的 这代表booking入住最多 入住最多的话 那我们做呢 还是相对应的 在这里面去写一下 那说应该是 入住最多应该是订单吧 order这里面 是不是应该有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 嗯 house里面是不是有这个order order count 是它 根据它来进行倒训排气吧 然后呢 再elef 然后对应的 如果说salt这个k 再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这样的一个 这个价格由低到高 price asc price 放到这儿 这是价格由低升序 那好了 再来排行一下 那应该对应的是价格 价格的话 咱们应该是按照这个price吧 price 你在这后面可以写 也可以不写 如果写的不下 应该是asc 这是代表升序 再来往下走的话 什么默认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还有一个des啊 我们把它叫做是des 首先是降序 des 降序的话 那应该是价格当中的des 这是关键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几种条件都有了 这几种条件有的话 但是有一点问题 有一点什么问题啊 咱们在线面的时候 没有进行过saltk的一个过滤啊 对吧 那如果它真的传了 而但是传的时候呢 又不是这样的值 我们说是不要 咱用默认的 按这个new啊 所以你再用这么写的话 没有去处理的东西啊 所以咱们就做了处理的 那我直接把上面的东西 给你去掉 保留到最后 是不是可以啊 相当于这里面 直接是iOS操作 上面我去给你 特殊的东西处理 然后呢 只要不是这三种情况 我通通全部按照新旧来处理吧 所以就是关键下的操作 好 这时候呢 这个order也补充完了 order补充完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要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关于对应的 具体我要去查询 然后呢 它要进行分页处理了 所以我们再来进行分页处理了